很緊張,是否聽到我說話的? 我是Sam 分享 分享 VS這個字很厲害 不是對立的一兩個職位 其實是大家合作性質的 我先講一下,趁他還沒開始,是否收到我的音 各位是否已經聽到? 有沒有人留言? 沒有人看 我看是十、九、二十 是呀,有人看 準備開始 原來是看到我的樣子 在這邊 各位是否已經聽到我講話的? 我想先講一點點 我現在跟著標題在那裡 先講一下標題有什麼分別? 究竟他們的職位有什麼分別呢? Tedition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做chemical chemical就是做電髮、染髮、treatment 或者應該要歸類做 不是吹頭、不是剪頭髮的東西 那發言師呢? 專業就是剪頭髮和吹頭 但是兩個角色他們又不懂大家的東西 因為Tedition 一個專業的Tedition 應該是要認識剪頭髮 因為他不懂剪頭髮 他又從而配合不到他所做的chemical 那發言師他又不懂那個chemical 但是主力可能是剪頭髮的東西 他們會專門一些 因為他們應該是互相配合的 但這兩個職位呢 是要互相 其實在一個工作上面 他們是要合作得很緊密 請來我們有十幾年Tedition經驗的Sam 十幾年真的有 真的有十幾年 辛酸行內的辛酸 秘聞 發言界裏面都天天發生的事 都不是什麼秘聞 只不過行外的人不是太清楚 大家好 歡迎收看港股Live 我是港股的記者 Joanna 今天我們這個星期的主角 就請了Sam Sir Sam Sir是認識很多種武術的 但是在他全職教拳之前 其實他是做了一個 做了Tedition 做了十幾年 或者可能很多觀眾都不太知道 其實Tedition和發言師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們今天就邀請了Sam Sir 跟我們分享多點 聊聊天 各位好 各位好 我剛剛誇獎 十幾種武術 只有幾門是精 有多少都是學過的 十幾年的Tedition經驗 剛剛很欺負到好處 沒有說多沒有說少 Tedition其實主要是做什麼 都是電影局 基本上發言師剪頭髮 或者吹頭以外的事 我們盡量配合他們 缺乏了技巧層面上的工作 我叫Sam 再介紹一次 你好 我們其實 我是早幾天還是一個星期間 港股出了訪問 對 那個Tedition新宣示 對 那個回響 行業入面的回響好像很大 對 因為我看到你也說 很多人有很大的反應 其實以你所知 在這個行業界裏面 其實大家的反應是怎樣 我首先是在朋友層面上 很多人立即WhatsApp我 又打給我 跟我說可以聰明 那些是Tedition先的 因為他們很有共鳴感 就問有沒有再說多些 或者有下一集 那一分多鐘好像 你說到一點點 但是我想你再說多些 另外之後我又看到一個Page裏面 或者之後再看到有些發言師的同事 那Page裏面有一些見解 其實都是極端的 極端就是Tedition和發言師的不同見解 是的 因為其實我也看到 可能有發言師 share了他自己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一個盡責的發言師 不是好像你說的 開頭的幾分鐘 和最後的幾分鐘才負責客人 其實可能他全程都會跟著 那你有些什麼回應 其實我又 很多謝你們給我直播說一下 因為有些人都誤解了我的意思 我又不是說 那些發言師 不照顧客人 只不過可能有些客人 是選擇今天主力是來做個chemical 他其實剪頭髮或者吹頭是second choice 他來到根本是打算做個顏色的時候 他可能剪頭髮我只是打算收一收 那就是成立了我上次說的 他來到可能是剪頭髮五分鐘 吹頭五分鐘 但其實真的存在著很多 很大比數是這些客人 我主力是只做chemical 我只是說過那些情況 當然也有很多客人 我不做chemical的 我進去只是找個發言師剪頭髮 而且我的意思不是說 發言師不照顧客人 其實大家喜歡做這一行 或者很尊重自己的行業的話 哪一行都是 都會對待自己的客人付出 付出100%的力 其實我也知道你不是特意想說 Technician會比發言師更好 但你怕不怕你這樣 可能這個言論一出 會得罪了一些發言師 都有一刹也斬過這個想法 但其實想深一層 我也是說其實Technician 每日常發生的感受 或者發生的事情 當然萬一有些發言師 聽到可能不適合我 就包涵一下 我不是想引起衝突 都是大家聊聊天 只不過我發覺 原來是很多客人 或者很多原來不是做發言屋的人 根本不知道什麼是Technician 他會理解做是一個 升師府中間的一個過程 但其實我一直所做的Technician 甚至很多行家的Technician 理解這件事是一門專業 是一個選修科 好像會考升中式 現在不是會考 是暴露年紀 選科 你選擇了那個科技 是你的專門 但是現在反而很多人 不是太清晰這件事 就覺得是做剪頭髮的行業 其中一個裡面的貨本的單元 但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好像你當時轉行 其實都是因為可能 大家不是太認識Technician 你當時發現屋有些動盪事件 你可不可以解釋 分享一下當時的情況 其實發生了一件大事 令到我去 有少少心灰意難 不開心去轉行 當然我又不是鼓勵大家 萬一Technician有些不開心的事 或者一個行業未支持到你的時候 要選擇轉行 只不過我有個機會 你當我捉得緊也好 或者我搏也好 我選擇了去開拳館教拳 但我都不是抽身 如果我真的不喜歡這行 或者我真的覺得這行很討人真 完全不適合我做 我覺得我會抽身不回去 但我現在還在決定做個資料 繼續回去 從事發營屋工作 雖然時間付出不是很多 但我還是喜歡做頭髮 但那個動盪其實是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的 可能是我個人的感受 業界也好 發營屋老闆也好 發營屋的同事 很多都好像給我那種感覺 我不是太重視Telision這個職位 好像變成了一個下屬 比較像跟Junior同歸 我不是貶低Junior Junior是學師 但我們已經升了做Telision的時候 應該其實是 不要用學師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我發生了一些動盪 其實是我的A-grade Salon 可能有不同的店鋪 有不同的方法去處理這些 金融或工資的事 我當時做是跟發營屋合作 我當時同期 最厲害的時候是15個發營屋 人工不知道算不算多 都不怕說 都這麼多年之前 最多是4萬多 平均是3萬多的時候 但是問題 我上次訪問說過 很多客人其實是找發營屋優先 出現了一個問題 有些發營屋的政策改動 或者他們的 commission 調整 或者周邊有些新的發營屋開張 他們會跳槽 發營屋跳槽 我又選擇留在原本的薩蘭 慢慢走走走走走走 試過一次 都不是一次 總共 差不多走了7至8個發營屋 每一個發營屋 當我有50個客人在發營屋裡 如果用剛才的數 做50個客人去計算 當我走了6個 5、6、1、30 300個客人 但是我令到我心灰意難的是 如果我做到 chemical不好 做到客人不滿意 如果發營屋要執手 我們發營屋有共鳴 我們那個術語叫做 如果我做完整的客人 做完整的客人 如果我做完整的客人 令到發營屋不找我 我覺得心甘命抵 但是周邊的配套 令到他覺得 他想 他未來的發營屋的路好些 想轉換環境 這樣令到我小組的客人 令到我的生活水平調低了很多 我最低試過去幾千元的工資 差很遠 是的 有些人會跟我說 你其實做回其他發營屋的客人就可以了 但是我想說 其實一間發營屋 當有20個發營屋 可能他會替雲有幾個Technation 每個Technation一早已經跟某些發營屋合作 老實說 如果我跟這個人合作 如果你忽然間你的發營屋離開了 我又不會因為 無端端覺得可憐性 把我給這個發營屋的客人 歸給他做的 而且他們本身合作得好地地 所以其實如果要把人工或客人 追回發營屋未離開之前 是需要時間的 我熱衷這一行 我掙扎過 那個時間令到我 最後我選擇退出去搏其他事情 最大的原因是 我同一年是準備結婚 那這件事是幾 幾衝擊幾大的 我老婆就支持我的 她就說都不要緊要 又不是真的沒有錢到這樣的地步 她都有的 她意思是 她賺人工都不會很大壓力的 但是可能作為男人覺得都 結婚都有這樣的壓力的時候 萬一我有兒有女 又發生多一次這樣的動盪 我成不承受得起呢 我在我30歲的時候發生這件事 我覺得我都還能承受得到 但是當我想回 如果我十年後 十年八載 有個小朋友要讀書 又發生這樣的事 我的競爭力其實可能小了 年紀越大 可能會大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那一刻會覺得 年紀越大了 我的競爭力可能低了 我種種危機 令到我覺得其實我有第二樣技能 我會不會試一下呢 怎知道試完之後 原來又比想像中走得不錯 我原意我初頭開一間拳館 不是開一間拳館 我是選擇了一個星期 都還有五天回到拳館 但是可能是 遇到一段時間是五點前 下午五點前都是受落 但是做一下做一下 我發覺一來又非常辛苦 變成完全沒有休息時間 還有一心不能易用 我發覺原來拳館又要交租 最後選擇放多點時間在拳館 怎知道越做越好 又多一些學生支持 令到我可以由小舖搬大舖 令到我可以選擇回發營屋的時間 所以其實講到尾 都是剛才一開始說 我還是喜歡整頭髮 有件事很好笑的 我真的不是騙人的 我早前有一個WhatsApp Group 是一些學生 也有一些是髮型師 跟我打拳 他就講開誰是誰是整頭的 然後我真的有那個心態 我很想試試電法 我兩年沒有電過傳統電法 有setperm有傳統電法 傳統電法就是這樣捲個permolar 之後再落藥水 藥水是liquid的 那些我叫它做傳統 另外新式一些的是 陶瓷電法有部機 我這兩年沒有電過傳統電法 我setperm也還有 我簡直想電到 不如我買個假頭回家 即是公仔頭 我想過手印 如果我真的不喜歡 我完全沒有這個想法 但是可能以你所認識的朋友 技術師朋友 其實他們會不會有很多人 都是面對你遇過的情況 有的 有的 可能我覺得有很多都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不能忽略 其實有一部分 都不止一部分 我聽起來 情況都不太好 他們說的很多 有十幾二十個傳統電法 我問今天直播可不可以說 這件事 全部都是同一句 就是可不可以令到傳統電法 不是聖師傅的一個過程 剛才我提過 他們很重視這件事 現在是的 就算A-grade Salon 這個我解釋不到 之前的留言 也有些朋友 有些人說過 其實十幾年前 A-grade Salon的職位 是很崇高的 甚至乎高於發現師 可能在我入行前 但是我升聖師傅 我師傅灌輸我 都是聖師傅 都是崇高的 但是做到現在 好像慢慢慢慢轉型 我解釋不到為何 就是連A-grade Salon 都開始有某部分的人 都會覺得 Tedition其實都可有可無 或者都是你不懂剪頭髮 但是其實我喜歡做Tedition 我只是覺得它是一門專業 我才想去做它 你不會想做一樣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是試一等的 你在那個專業裡面 技術高過你的 有分高低 OK的 但是我覺得不應該是兩個不同的Position 把這個Position 擺在這個Position的下面 兩樣東西 但是原本同一個Position 有分高低 可以有分經驗 有分你的知識 有分你的技術 這樣分到高低OK的 就是好像打比賽那樣 有些人是拳王 就是打拳擊 有些人好像曹星瑜那樣 二十幾場連勝 這些就是他的戰績 分到高低 就是我打了二十幾場 三十場 老實說我輸了一半 都奇而不捨地繼續打 這個就是可能成績上的高低 但是你沒有理由 可能代入感高一些 你沒有理由把NBA球星 和足球的人分高低 NBA的打球技術 沒有踢球那麼好 根本兩樣東西 如果是可能現在Tradition的認受性 社會未說很高 你對它可能將來的認受性 有什麼期望 因為你之前也可能提過一下 可能現在很多傳統化型屋都 也有剪頭髮 Tradition 現在很多分別出來 是 可以說一下 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意見 看看有沒有人想聽一下 或者接納一下 其實現在傳統化型屋 我所說的傳統化型屋 就是有齊做chemical 剪頭髮 剪頭髮 可能nail 或者吹頭 塞頭 淋淋滋滋滋 你應該在頭上發生的事情 你都會在那間社會做到的 但是就出現了我剛才這樣說 其實很多同事之間不同的職位 是有些分歧 工作分配的分歧 可能連到某些專業 比如Tradition 我抵受不住的壓力 轉了行 但是有很多人 好像這間Salon 其實他主力是做一些頭皮護理 他都是一門專業 但是以前可能不是這樣普及 是做一些可能新法 但是傳統Salon 可能你不太集中做這個Service 現在是多了這類型的Salon 或者銅鑼灣 有些在IG你找 是專門做一些顏色的 做Color的Salon 他們變成了剪頭髮 或者吹頭是附屬品 他不是沒有這個Service 但是附屬了 那客人去找這間Salon的時候 已經是主力我 心中有數 我今天是要做Treatment 剪不剪頭髮 剪不剪頭髮無所謂 剪得漂亮不漂亮 又不是隨便 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其實很多人去傳統髮型屋 可能是覺得剪頭髮優先 可能 但是等於速剪而已 有些人我不想洗頭 那就去找速剪 不要理會價錢的性價比高低去看這件事 只是看專門 他進去 頭髮也不能洗 吹頭也沒有 只是剪頭髮 其實行業開始 除了傳統髮型屋之外 多了很多其他不同類型衍生出來的Salon 如果我覺得原本的傳統髮型屋裡面 他不解脫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會越來越衍生得多 我剛才所說的不同類型的Salon 對他傳統髮型屋的生意額 其實是會有影響的 我自己可能少回去 我每一次回去的感覺很大 好像見朋友 來母見你變化了 你天天見你不覺得 但是可能有些在場的發營師 是很多客人 他自己未必覺得 但是試試抽個新出來 你看周邊的環境 其實我以前 數回五年前 之前 發營屋我那間Salon 每天都叫爆工 爆工真的很多客人 每天都爆 要排行單 那些人要等等 就算走一晚 都要等十幾二十個位才能進去 星期六的時候 我記得最誇張 是要等三四十個位 然後 那個情況現在我沒有見過 其實我覺得所有行家 想做得好些 都要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究竟是發營技術 追不及客人的需求 還是大家合作之間出現問題 還是其實多了很多 剛才我所說的 已經專門的一些Salon 那些客人已經很多地方 給他選擇 自主性很高 我經過網上 已經可以找到某些Salon做 我不需要單靠發營師 去安排一些資訊給我 這件事 由我的學生聽回來 我發覺很大影響的 我有一些學生做美容 他跟我說 如果發營屋有個consultant 這件事會不會好些 可能你有去做美容 你有去過Salon 你想回一件事 你去Salon那裏 是個發營師跟他們的consultation 有人會重視那個consultation 有人會叫那個consultation 一起去做consultation 但也不是個個都是 比數我不知道 但是你其實去做美容 是有個consultation存在 譬如你今天想減肥 我會叫一個減肥師幫你做 你想做一個脫毛 我會找一個脫毛師幫你做 又找一些治療師 整形師幫你做 其實他們中間兩三個不同的專業 是不會有爭執的 那個consultation都說了 還有前幾天 這段時間 我不知道人們怎樣看我這個直播 最近的行家都說 其實多了很多負能量的視頻 視頻好像很漂亮 多了一些這些 譬如YouTube 多了一條link 是說一些發營師的深層面 陰暗的一些對客人的不好的感受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說什麼片 譬如有個客人進來 又說我想剪短 最後又不是剪短又剪長 發營師又心想 說一些難聽的話 其實是一些負能量 另外有個電視台 戴頭盔那個 又找了一些發營師 我相信是真的 因為他講的那些我也見識過 但是他說了很多那些 真是陰暗的東西出來 其實我覺得 如果對行業是好的話 不要說出來 我個人覺得 我周邊的朋友知道我做沙龍 然後他說 是不是這樣 很恐怖 不如我在家製造 我說的 不要說出來 就是會衍生這件事 那些人已經 尤其是現在的顏色 很多時候 你在很多地方 或者上網已經買到 早前的泡泡染發 這些很多人已經選擇在家製造 你還給了那麼多一些負能量出來 你不去改善這個大氣候環境 然後那些客人真的 不是嚇我 那些朋友真的 很恐怖 那非禮是不是真的 那些剪頭髮的手 是不是真的這樣 拿個風筒是不是真的這樣吹 那我不敢去 其實影響很大的 我離開了這一行 我也覺得大 其實如果他們做這一行的時候 我覺得當笑話分享一下 OK 但是不 講歸講的 不如多用這些時間去想 那是怎樣令到行業好些 嗯 講到太遠死了 沒有人提我 剛剛講到什麼 為什麼講到YouTube 因為你在說 怎樣會令到 技術師 怎樣可以提升 在社會的認受性 是呀 講到那麼遠 去到萬里都不成 那個認受性 就是業界 那些同事的 傳統髮型屋 看看會不會 將這個位置 放回一個高一點的位置 要專業化的嗎 簡直是要專業化它 但是中間 那個做法 可能會有很多東西 深層次的 要去應對解決 怎樣令到 專業化了 因為其實專業化了 可能你的薪金會有少少調高 或者如果一個新的客人 進來 一個walk-in 即是 那個電腦是否有份 一起去 我們叫做 輪醜 有些人的說法 未必一樣 是否一起 可以輪個walk-in 輪完那個walk-in 之後 如果客人進來 我是選擇先做 chemical 是否那個發營師 不用過去先 是那個電腦過去先 然後從而 告訴那個發營師 他今天會做什麼 但他今天不用剪頭白 如果他的電腦是軟的 你幫我做一個diffuser 烘光它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讓他的專業認受性高一點 但是你想想 可能你去的發營屋 整頭都有這個情況發生 你進去一心一意 打算做顏色或者電髮 但是那個發營師跟你聊 不是說那個發營師不懂 但是如果間舖存在technicum 那個technicum 是不是其實矮化了 因為剛才你說 可能專業化 人工又會高一點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做直播 有些觀眾一起看 我剛才看到 我剛才看到 原來人工那麼高 那些 多勞多得 很辛苦 其實我們現在大概知道 阿Sam也分享了 technicum其實是做些什麼 所以 現在觀眾會有些事情 想問阿Sam 想和阿Sam一起聊聊天 我先看看他講什麼 可以關掉他 OK 是 我先按出去 我用你的看 我不會按 是 我們一起看看 你的評論多過我 可能我做不到 剛剛 看到雙手都覺得累 阿Kiv 看到雙手覺得累 應該是我的肢體動作 我要留意一下 應該不是說我的廚房整頭 已經小人底 快點入主題 入了 糟了 我第一次做Live 見兩下 Sam Sir 為何你當時會選擇做technicum 我當時是跟兩個師傅 一個是做剪頭髮 一個是做technicum 然後兩個同期間 去教我 一個教我剪頭髮 一個教我color 我當時是選擇了去跟那個technicum 去學習 我說不知為何 感覺只是我覺得不喜歡剪頭髮 但是必須要學 我有學 但是拿起把剪刀 或者拿起風筒 我想放下它 但是拿起電髮心 還有拿起color掃 我們叫tele comb 會想拿久一點 這個我覺得已經令到我喜歡這件事多些 其實你開頭也有幫客人剪頭髮 我試過的 可能是真的不喜歡 令到我做過一個月 又儲不到客人 客人的feedback又不太好 也是做回提起順算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手應該好一點 應該沒有動那麼多 看看 人工這麼高 真的多勞多得 還有講經驗的 Technicum 人工計法 我不知道講不講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很多人工都很公開 紀律部隊的人工都公開 政府工就是公開 我講一點 其實我以前的salon 我的commission 是由發營師的taking拿出來的 例如你做的顏色 如果當是1000元 找了我做的話 他會在我那裡扣除一部分 三成、四成、兩成、五成、 更加薩膀不同 當四成 扣除了之後 我就在那四成那裡再拆個commission 拆多少又是人人不同的 所以變相 這個又可以講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叫perma 有些人 perma就是 真的由junior 升了做少少senior 之後就叫perma perma 但他們那條路就是 是升法營師的 他又不是真真正正的taking 然後 怎樣形容好呢 他們可能會找一些perma 拆個commission低一點 我們就拆個commission高一點 他會選擇覺得 因為找我做人工 他會選擇 他會選擇 因為找我做人工 他會選擇 他會選擇 拆個commission低一點的人 從而他人工高一點的人去做 是有機會這樣 變相我們做的事 變相困難一點 或者情況再差一點 變成豬頭骨 有這樣的情況 不是保持有 其實很多行業都會多勞多得 是的 其實我們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有些甚麼 可能還未明白的 還未想知道的 歡迎 就會在我們港股裏留言 那Sam Sir 看到就會解答大家 是 下次有機會再見 拜拜 拜拜